紅肉裡面的胺基酸組成比較特別 其中有兩個胺基酸特別的多 哪兩個胺基酸 這兩個胺基酸在植物非常的少 可是在紅肉特別的高 第一個叫做左旋本頂胺酸 英文叫做alobinoline 另外一個叫做clitin clitin中文換成雞胺酸 雞肉的雞 一個叫左旋本頂胺酸 一個叫雞胺酸 這兩個胺基酸很特別 只要加熱 經過加熱 150度吸兩分鐘以後 就產生所謂的雜環胺 又稱為易環胺 英文叫做heterocyclic amine 這種化合物 本身就是致癌物 那時間越久 溫度越高 產生的越多 超過兩分鐘 溫度超過150度 就一直變性 所以為什麼紅肉當然經過燒烤 除非你是生枝 一定會有致癌物在裡面 那這個致癌物 大概 你水煮的話 跟燒烤 一般大概會增加 13倍到20倍以上的致癌物 水煮的話比較少 因為水煮不會超過100度吸 那燒烤150度已經超過 這樣烤下來不得了 那個致癌物是非常的高 而且那個產生的 那這種致癌物在 聯合國已經列為一級致癌物 所以勸大家不要這樣吃 吃了這些紅肉的加熱的 食物 得癌症的機會非常的高 OK 那像 王醫師因為你臨床上就處理過 太多太多這樣的病患 所以你的觀察 就是這些大腸癌 直腸癌 他來的病患 他可能有沒有大概說 比較說他的飲食的習慣 可能是哪一類型的 這樣的一個 其實 大腸癌 耗發的飲食習慣就是 動物性飲食 動物性飲食包含 肉 蛋 奶 那這個 這三個成分 為什麼很容易得癌症呢 教科書都有這樣寫 高動物性飲食跟癌症息息相關 那到底是什麼呢 第一個其實是 環境汙染 那我們的肉類的來源 大家曉得 這一百年來 我們環境的確受到很多致癌物的汙染 那其中最有名的就是 艾奧薰 酵基汙染 等等 PCB這一類的 那因為是 整個環境汙染 有一種 所謂的 食物鏈的濃縮作用 從微生物 藻類等等 然後集中在植物 最後植物再集中在動物身上 所以動物在這 這個 自來物的含量非常的高 那美國環保室有 有測定 以代藥行為例 幾乎都是肉類最多 那這些環境自來物 這樣累積的話 不得了 很容易把這些 自來物 最後都吃到 身上來 所以你 好吃 高動物性飲食的人 很容易得癌症 第二點就是我剛剛講的 動物性飲食經過燒烤 這個蛋白質會變性 會產生 多環芳香氫跟 這兩個是 絕對是自來物 這個無用之餘 我們那個香菸裡面含的 那個本機飆流 就是一種 多環芳香氫 那也就是剛剛講的道理 150度 兩分鐘就會產生 溫度越高 時間越久 產生越厲害 所以一般我們這樣估計 一塊一公斤的 一千公克的 牛肉把它燒烤到 整個都 很足的這樣 產生 表面的那些 燒焦的致癌物 相當於 600隻下面這麼高 是非常的可怕 所以這些 動物性飲食 這樣吃下去 真的會產生 很多癌症的 另外還有一個 除了剛剛講的 環境致癌物 燒烤以外 另外 動物性飲食本身的 保存需要 怕那個 肉肚感激的感染 所以幾乎都會加 雅酵酸鹽 這個雅酵酸鹽不得了 這個加下去以後 會在 腸道裡面 細菌的作用 產生一種 蛋雅酵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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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是最強的致癌物 我的病人裡面 一個14歲的 國中二年級而已 就是長期吃這些 加工的 紅肉 香腸 14歲就得癌症 也14歲就往生了 因為這種年輕的癌症不得了 非常的惡性 所以以上就是為什麼 高動物性飲食有三點很容易得癌症 第一個是環境忽然 第二個是燒烤會產生自癌物 第三是添加物 雅下酸有致癌物 以上三點造成高動物性飲食的習慣的消費者 很容易得癌症 就是這個大理 這個王醫師我要麻煩你談一下 我們一般講的 比方說我們蔬食的 就植物性飲食進到我們的胃腸裡面 它的一個消化的一個情況 除了剛剛講的 那背後就是說肉裡面所的那不一樣 在腸裡面的變化也沒有什麼不一樣 因為我這個不是很懂 所以我有一點好奇 有植物性的飲食 您等一下 我講一下我這裡 它進來 進到我們的這個身體裡面 就在比方說在我們的腸裡面 它的變化 比方說有人說食堂建議你晚餐早一點吃 因為肉類它要消化很久的時間 像這一方面的這一個部分 是不是可以 麻煩的話 等一下 王醫師傑等一下 好 我們請問 關於這個食物的消化 就人類的構造來講 人類從最低 第一個進口叫做牙齒 大家看這個牙齒的構造 左右上下根剛好八顆 那八顆從後面算過來兩顆大舊齒 再前面三顆小舊齒 就五顆舊齒 再加第六個就是一個尖尖的全齒 一個尖尖的 然後再加兩顆門牙 大概都是這樣的構造 那我分析給大家看 八顆牙齒裡面 後面那五顆舊齒 是用來磨五穀雜糧的 然後前面兩顆門牙 是用來切斷蔬菜水果的 就留一顆尖尖的全齒 尖尖的要讓你吃肉而已 所以就我們本身的構造 牙齒的構造 只有能吃八分之一的動物性飲食 再來談到我們的腸子 我們吃進去的腸子很長 食道胃小腸跟大腸非常的長 這麼長的一個腸道只適合植物性的飲食 因為植物性的飲食需要很多很多的分解發酵 那這些分解的發酵主要是靠微生物 我們現在根據最新的研究發現 我們人類這樣吸收的八百種腸道的分子裡面 八百種分子裡面 五分五十趴 百分之五十一半是細菌的酵素跟你分解的 另外百分之三十是細菌跟人類共同分解的 人類自己本身只能分解百分之二十 這樣談起來很重要的 提到一個 百分之八十是要靠我們的微生物 好 這個微生物就是關係到我們健康的最根本的藥素 吃動物性飲食的人吃進去以後 產生這種動物性蛋白經過發酵產生的毒素可多了 我舉例給大家看 最常見的就是胺、阿摩尼亞、硫化氫、定肝、腐肉 屍毒、屍體的那個毒、神經碱等等這些毒素 吃動物性飲食的時候 這種經過我們腸道微生物的發泄 產物就是這個 這個是一種毒啊 很可怕的毒 這些毒早期沒有關係 因為是腸道還有一個吸收進去 還有一個肝臟跟你分解 年輕的時候肝功能很強 可是中年以後 這個肝沒有辦法分解這些毒素的話 就會產生很多病變來了 這些毒素進一步會進到我們體內 最早是影響我們的腸子 那這個毒素破壞這個腸子的黏膜 一般產生的就是所謂的大腸肌躁症 有時候拉肚子 有時候肚子痛 有時候變病 就說不出所以來 其實就是一種腸道黏膜的一種過敏症狀 進一步這些毒素會進到體內 產生好多症狀 第一個是精神症狀 就是疲倦 然後好像窄男窄女 然後態度消極 這種說不出來的一種精神症狀 就是萎縮 其實都是中毒的現象 那進一步會影響到這些毒素影響到很多神經系統 在周邊神經的話就產生背痛腰痛哪裡痛你說不出來 然後在神經系統腦神經尤其是中毒神經 讓你睡眠障礙睡不飽 然後醒過來又很疲累 最後又會影響到自主神經 自主神經就使膠感神經抗靜 使你血管收縮 所以腸腸的症狀就是 手腳叮嚕 然後胸悶 然後倒汗等等 然後最後還會影響到整個黏膜 包括皮膚 包括臉 所以我常常講看臉的外表就曉得你大腸健不健康 就是這個腸子的微生物 這個腸子的微生物跟食物有關 那吃動物性的飲食 產生的這種 這種細菌就特別的不好 都是產生很惡臭的這種壞菌 那有人講這種產生的 這個毒素引起的是一種病 種稱叫做一種症候菌 我們稱為腸肉症候菌 英文叫做leak gut 形狀 那這些其實是我們很多老病史的來源 很多人會老、會病、會死 間接直接來自於腸道菌 也跟飲食有關 也是古時候我們黃智英念經講的 萬病歸皮圖 疫病先醫場的道理 什麼叫做萬病歸皮圖呢 很多疾病都是這樣 腸道癮食不對 腸道菌不對 產生了毒素 產生了很多問題 比如說我剛剛講的那個定肝 那個叫做那個 陰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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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那個 陰朵 硫酸菌這種 這種其實就是高血壓的來源 它會吸收進去 擴壞血管 擴壞好多好多的內皮細胞 產生高血壓 還有很多的毒素 都是造成腎功忍 退步的原因 所以一切的來源跟動物性有關 那倒過來講 吃了植物就不一樣了 我們植物性的飲食吃進去 就是好菌的食物 尤其我們的纖維 纖維是一種多糖 這種多糖 然後細菌 看到這個纖維好喜歡就分解 那好菌大部分都是吃糖的 吃這些纖維 外菌都是吃蛋白質的 這樣一來一往就相差很多 多吃植物性的飲食的人 裡面的好菌非常多 那好菌可好了 好菌的酵素就是我們的環保署 我們把我們吃進去 很多毒素分解 然後還會製造很多好的分子 比如說維他命 B群就是 維他命K就是好菌製造的 還不止這些 很多細菌的酵素 就是我們健康的來源 所以以上種種就立判了 吃動物性飲食跟植物性飲食 都相差那麼多 吃植物性飲食都是偏向好的方面 吃動物性飲食都偏向壞的方面 一來一往可相差很多 所以飲食真的是最重要 所謂的並從口入 就是這樣的道理 好 謝謝王老師 另外現在其實很多人 接觸了這些資訊以後 大家都已經知道 就是蔬果 這些蔬菜水果 對身體非常好 可是很多人的市場會說 但是我還是要吃一點魚 我還是要吃一點蕩 一點奶 它才夠營養 所以這個部分王醫師真的比較讚 這個非常就是一般的 就是偏見了 其實植物性的蛋白質的含量 絕對不輸動物 我舉個比方 木樹芽就好了 一公斤的木樹芽含的蛋白質 跟一公斤的牛肉含的蛋白質 大家都說牛肉比較高 可是經過科學的計算研究 木樹芽的蛋白質 一公斤是18公克 18% 牛肉一公斤的蛋白質才12% 其他都是水 木樹芽居然是牛肉的1.5倍 這個是事實 可是大家可以去查數據 大家不相信 再講幾塊的例子 水牛 大象都那麼大隻 它有吃肉嗎 可是它的蛋白質從何而來 大家都弄錯了 其實這些植物性裡面的蛋白質可多了 但是要經過跑菌的分解就會形成 不然牛怎麼長得那麼大隻 大象怎麼長那麼大隻 還有我們植物性的蛋白質 非常的 品質非常好 不要懷疑 因為我們的植物性的蛋白質 經過研究都比動物性來得好 我剛剛講的動物性的蛋白質 這個胺基酸有兩個很糟糕的 叫做左旋粉餅胺酸 雞胺酸 這個在植物性非常的少 這兩個胺基酸 其實代謝以後 還有加熱以後 都是不好的致癌物 這樣一來一來也差很多 所以不要懷疑 植物性的飲食 絕對是夠的 而且營養充分 王醫師 可以不可以麻煩你 我們剛剛 當然從蛋白質 這一方面來談 如果以上 很多人就認為說 你不喝牛奶 好像現在的人 特別是小孩子 不健康 牛奶對我們的身體 以你的 臨床的經驗有沒有 比較明確的意見 牛奶主要 過去早期的牛奶 當然是OK的 因為牛是吃草的 這樣自然的養殖 可是現在近30年來 養殖業扭曲了 這個自然的生態 牛是吃飼料的 不是 那個牛奶的來源 是工廠化 工業化 把牛養在那個 那個小圈圈 然後餵食牛奶 還有那個母牛 要產生奶 一定要讓它 人工化的 類似 懷孕這樣 就是用激素來刺激 那個牛奶裡面 很多很多 那個激素 就是蜜乳激素 等等這些的東西 是 那個母牛一直可以產奶 那這個都是違反自然 不是自然 我們以為是養在阿阿菲斯山 或者那個北海道 青青草原 不是這樣的 那種牛奶是健康的 可是現在的牛奶 都是工廠化 裡面現在已經知道 添加了很多不好的東西 第二點 跟大家講實話 好 哺乳類裡面 只有人類長大還在吃奶 獅子老虎等等 那些成長大的 我們利用 就是成人 沒有再回去吃媽媽的奶 這違反自然界的 只有人類長大還在吃奶 因為這個奶裡面 有很多死 細胞快速生長的一些激素 現在研究起來 像那個胰島素 增生因子1 增生因子2 還有其他第三種的那個 激素 就是一種賀爾蒙 跟腫瘤的生長 很有關係 所以 牛奶不太像以前一樣了 已經變質了 裡面含有很多致癌物 可以這樣講 很多研究機構已經出來了 尤其是 卵巢歪歪歪的 更不能吃 那 沒有牛奶 能不能有其他營養代替油啊 植物性的奶 像豆類裡面 很多都可以取代的 所以 牛奶不是非必要的 主要是它 近30年來污染太嚴重了 不是原來的那個樣子了 已經變質了 OK 再來王醫師 我要麻煩你一談一下 就是 當我們一個健康的人 沒有生病的人 我們當然還是鼓勵他要多吃蔬果 因為這被避免後續 比方說現在大腸癌 是不嚴重 這個已經每一次已經往 所謂癌症死亡率 它一直不斷的攀高 對 所以 在這個部分 健康人我們是建議他這樣 可是您的臨床的經驗就是 因為大腸癌 來給您開刀手術的 你會建議他的飲食 那有的人可能他都很聽話 也許 我知道您應該是建議他 就是要採這個蔬食 但是有人不聽話 有沒有這種例子 就是說 他沒有什麼反差 就有沒有什麼例證 這個麻煩 我有病人 那個 得到大腸癌肝腸裡 都把它治療得很穩定的 也勸他 那個 吃蔬食 那一直維持穩定 早期還聽話咯 等到穩定了就在追蹤 那隔一陣子 怎麼開始惡化 跟臨床預期不太一樣 才問他 又回去吃牛肉了 又回去吃牛肉 他都聽人家講要那個 結果一吃 肝臟 轉移馬上復發 而且 原來藥有效 現在就沒有效 那其實 已經很多研究 已經告訴我們 這是有道理的 我們的 我們的表徵性 遺產因子 我們叫epigenetic 這個是受環境影響的 而且現在2016年3月的文獻都告訴我們 大腸癌手術後 假如吃肉類的話 吃很多那個的話 育後比較不好 這個都有研究出來 其實就是表徵性的遺產 我們的確可以證實 飲食的改變 還有包括生活習慣的改變 比如說抽菸就好了 吸菸的人 這個是有研究的 得肺癌的病人 治療後 治療後 經過戒菸的那個 戒菸前跟戒菸後 表徵性遺產是會改變的 這個在很多的例子都會 都會證實 先天的遺產的那個基因 當然沒有辦法改變 可是有一種 表徵性的遺產 那個是受環境影響的 所謂一樣的道理 肺癌都可以改變 大腸癌也是如此 我希望所有得癌症的病人 不管是大腸癌 大腸癌已經連續8年都是第一名 台灣很奇怪 這個世界第一名 長海發生率第一名 就是台灣 跟飲食有關 一定要趕快去除 這種壞的飲食習慣 我都勸大家 蔬食最好 最健康 你只要這樣吃 影響不會不夠的 而且很容易改變 你很多很多不好的因素 而且慢慢的會去向健康 王醫師我請問您 就是說 11月份塔托 他即將載到台灣 那塔托也是一個蠻特別的人 因為他說 他主要是推Vegan 就是這個蔬食這個部分 他說到今年 他已經吃了所謂的43年的佳麟大飲食 所以他從來沒進過醫院 唯一一次就是到慈激醫院 因為他去演講 他才進醫院 所以這一個部分 像塔托的他這樣的一個生活 他有點過著 像這個流浪的 過去的流浪的生人一樣的 然後大衛出去去宣揚一些裡面 您是不是大概談一下 他這個Vegan的生活 對現代人 特別是整個世界的這個人 他的可能一個重要性 塔托博士這個Vegan的生活 沒有幾個人做得到 這個是非常了不起的 那其實Vegan就是最原始 最清新垮育的生活方式 那這種Vegan的飲食習慣 其實在早期也有一位 很有名的那個 諾曼沃克 諾曼沃克這個博士 他可活119歲 一個英國的博士 他也是推廣這樣Vegan代 那這個Vegan代就是 回歸自然 因為我們真正很多營養的 能量的物質 還有那些微量元素 都來自於植物 都是來自於植物 經由食物鏈的傳統 你吃動物 整個食物鏈的那個來講 真的是比較差 我還是鼓勵大家 可以的話 盡量要做到Vegan 那塔托博士是一個不簡單的人 這樣Vegan代已經40幾年的令人敬佩 要做到這樣不可思議 而且你看他講的都沒有經過醫院 整個Vegan代可以讓你整個身體 從腸道菌就健康了 它的酵素就好 又有微量元素 當然 已經去掉很多很多 我們老病死的原因 我們老病死的原因 一個是腸道菌不好 腸道菌又照不到 還有自由基的消滅 利根代消滅 把自由基清掉的又最多 所以一定會長受健康的 所以塔托博士這種生活方式 值得大家學習效法來進行 因為剛好談到塔托博士 我不知道您有沒有稍微看過他的書 印象比較深刻 對他的生活 其實塔托博士不是只有自己健康的問題 其實你Vegan代的話 年代對於其他社會整個都有幫忙 所謂的智利利他 因為我們整個 假如是Vegan代的話 我們不用再吃這些動物 不再做這些養殖 大家都曉得 我們地球生病了 我們地球現在要需要節能審探 節能審探的原因就是 我們創造了很多塔 創造了很多不必要的能源 那我們養殖業更是可怕 我們養殖業裡面產生的 溫室效應的氣體 比那些工廠飛機來的都好幾倍 所以整個Vegan代 大家全世界來推行的話 不僅對自己身體好 這個一定得得到 還可以意義到整個環保環境 所以這個是一個自立立他 菩薩的行為 所以我認為塔托博士是一個菩薩再來的 不是一個普通人物 在這個全球氣候變遷所謂的暖化之下 現在除了整個世界真的會因為這樣 不只地質感光 整個地球會有巨變 但事實上有一些疾病 不知道王醫師有沒有做過這方面的了解 這個疾病跟這個全球的暖化 因為原來很多病毒不好的東西都封在冰底下 南極、北極還有西伯利 現在都軟化了 通通跑出來了 大家等著講 這些百年或者是幾百年前的怪東西 人類可是都沒有免疫力 一旦感染出來死傷可慘重 這個也是大家碰到的這種整個地球生病了 還有很多很多不該出來的東西都會跑出來 像悶在洞城裡面的那些不好的氣體 一些我們沒有知道的東西通通會冒出 人類從來沒有這種面對它的經驗 一旦碰到的話不是要怎麼處理 所以剛剛提到的這些環保改變的問題 人類真的會遇到大災難大結束 整個人類我都常這樣講 跟癌症一樣 癌症侵犯人一直寄生一直長 最後這個人也被癌症打敗了 癌症活不了 人類一直過度繁殖 一直侵犯整個地球的資源 人類就是地球的癌症 這樣一直長一長 現在已經61人口再長下去 最後人類可能自己會害自己 地球被你破壞了 你人類也活不了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整個深思反省 我們就一張嘴巴就從餐桌做起 大家為什麼要這樣 這是很深的道理 千年很廣 影響很深 所以勸大家還是下滑塔多的這種好的表現 塔多綠根帶 不一定要完全綠根帶 你盡量要做到 我想要做到完全的綠根帶不容易 但是至少禮拜一可以 禮拜二可以 早餐可以 大家從少慢慢漸漸增多 最後就是我講的自利利康 自己獲得健康的利益 也利康 利益整個地球的大環境 大家都熬 這是真的 大家一定要反思 要深思 我今天是第一次看到王醫師 你本人 因為之前網路上 大家有看過很多你的演講 事實上很多人會認為說吃素的人 他一定又瘦小又甘病又什麼 但事實上王醫師 你太肥了 像我也是吃素快30年 所以不講 人家還不知道說我們吃素 你怎麼撞得像什麼一樣 所以以你的經驗 在這個部分 或者是說 連一個吃素的歷程 大概跟大家稍微分享 我吃素的原因 最早是因為國家的關係 因為受戒 受戒以後就好吃素了 一開始我覺得 還不錯 也習慣 而且漸漸 在外表上也有 慢慢的 有好處 我今年已經61歲了 所以 看起來還蠻年輕的 不像一般61歲的樣子 我跟我同班同學 我以為都是50歲左右而已 所以是很明顯的 為什麼 素食裡面有很多抗氧化物 抗老化的東西 而且養的細菌又好 這樣一來一往的話 可以使你老病死的兩大原因 一個是壞菌 一個是體內產生的自由基 快快的消除 所以會維持你很好很好的生活 而且細胞都會非常的健康 老化得非常的慢 這個就是真正的好處 素食就有這些好處 所以不要懷疑素食不像以前吃花瓜 花生這種 不是啊 素食現在已經太進步了 已經 素食的那個 菜色花樣已經太多太多了 目不暇集了 我覺得素食要大大的推廣 王醫師 最後再請問你 就是說 我們剛剛很多人也知道 應該要素食 可是也很多人不知道 我到底該吃什麼 我到底該吃哪一些 我才所有的營養 大致上可以均衡 這個部分可能 你就是第一個 各種顏色的 各種顏色你都吃 不要挑各種顏色 第二個 也不要挑完全甜的 什麼酸甜苦辣你都要吃 各種古物 各種種子都要吃 不要只吃白米 不要只吃麥子 你吃兩種 你吃米吃麵 就吃兩種 不要吃各種種子 吃各種長在土裡面 很深很深的東西 反正這多樣化 我的一般都是這樣吃 最重要還有一個 不要挑 皮能吃的話 連帶皮一起吃 因為各種疏口的皮裡面 它有很多很棒的東西 都是很好的抗氧化的東西 雖然不好吃 多吃一點 對你絕對有幫忙 蛋白質不用懷疑 一定夠的 各種穀物裡面 都是非常好的蛋白質 維他命呢 新鮮的蔬果到處都有 脂肪呢 你只要吃各種種子 好的Omega-3也都有 所以只要吃這種好的蔬食 絕對是健康的 大家不用懷疑 另外一個 雖然跟王醫師專業 不是直接 但是我想 我的經驗就是說 我看過很多人得痛風 痛風現在很多人 很多人因為生活太富裕了 飲食習慣各方面都有問題 那在痛風這個部分 我發現 只要它在真正的蔬食之前沒有痛風 吃了蔬食以後 它如果是均衡飲食 幾乎不可能痛風 但是一般人就不一定了 像這個 您有沒有觀察 或者類似這樣的一個 那個是因為你的代謝已經出了問題了 所以假如已經有痛風的話 在蔬食裡面就是 豆類蛋白質 把它分離一下 不要專門蛋白質有豆類 你可以從麵粉 其他的種子來攝取 我講的是黃豆 黃豆的攝取量 減半就好了 有其他的代替 這樣就可以避免痛風 那痛風更是應該吃素 你曉得 一公斤的牛肉 產生的那個痛風的成分是 一萬八千多米米 你只能忍受幾十米米 其他的一萬六千多 你怎麼排泄啊 所以你吃一公斤的牛肉 要排泄出好多好多 產生痛風的那個尿酸 我講的是尿酸 一公斤的牛肉是一萬八 產生的代謝是一萬八千公克的 那個尿酸 我們人體只能忍受七十幾 那一萬八千七十幾 一萬還有一萬七千多 所以連累來講 其實痛風更不應該吃肉類 你吃的不得了 反而更會影響你的疾病 所以以痛風來講 吃素最好的 好 謝謝王醫師 最後一個問題 好 也不是問題 就是說因為您從事這麼久 現在剛退休 退休沒多久嗎 還在中國醫藥學院我只是轉換跑道 轉換跑道 是 那 這麼長久以來 你會覺得說社會上一般人 對這個飲食啊 從飲食跟健康 或者是跟您的專業這一方面 有一些迷思 有沒有什麼要跟大家做提醒的 真的很多迷思啊 你看中就覺得大家還在烤肉 我一直在講不要烤 一百五十度兩分鐘就產生致癌 你看光烤的那些燒的那些煙 產生的PM2.5 那個等於幾十萬根香煙啊 不得了啊 大家這樣都不愛洗健康 我講的不是只有大腸癌 你吸那些PM2.5都會得肺癌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認清這個事實 你不能再糟蹋你的身體了 那吃素一定健康的 那吃素 我剛剛講的還可以自利益它 不要有這種說吃素不會營養 沒有這回事了 現在素食非常的健康 所以還是鼓勵大家 從這個正確的觀念做起 從餐桌自己做起 你從自己的餐桌做起 就可以利益自己 利益這個家庭 利益這個社會 甚至利益整個全地群 所以大家一定要趕快起來 響應這個活動 塔托博士就要來的 你看他這麼苦心婆心的像菩薩 到處去宣講這種觀念 真的是個了不起的人物 我們一定要下馬來尊敬塔托博士 大家一起來 禮拜一就吃素 禮拜不夠 禮拜一三五也可以 甚至以後就改成 大部分都吃素 甚至全部的吃素 對整個大家 社會 從個人做起 家庭 社會 國家 通通得到好處 所以不要有吃素 不會健康的迷失 這個是錯誤的